加密货币遭窃供10亿 元凶指向两大骸客集团 区块链分析公司Chain Analysis新报告指出 目前加密货币交易的窃盗案 大多数都是由两个骸客集团主导的 这两个集团倒走了价值总计约1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Bitcoin.com网站报道 Chain Analysis是在最新一期的Crypto Crime报告中 指认出这两个骸客集团的 分析师表示 平均来说 每次加密货币被害 就涉及约9000万美元的交易金额 报告还指出 被窃的加密货币 有50%以上 在窃后112天内被换为实体货币 Chain Analysis表示 64.3%的资金被送交中心化市场交易 11.9%透过对等式交易 23.8%则透过兑换服务交易 包括混币服务 Bitcoin提款机 赌博网站等 该报告指出 赃款常被用来交易 让骇客将其兑换为传统货币 或与其他虚拟货币交换 这是因为赃款的来历 看起来跟正当持有的相似 交易者若非专精于调查程式 也很难看出加密货币 究竟是否是赃款 究竟是否是赃款